当过兵的知道新兵来了都会受到老兵的关照的,但是老兵也是有紧张的时候,如果有一群士兵看到了有白头盔过来了,就连老兵都会紧张一般的。 很多人肯定很好奇,部队给士兵配备的一般都是绿色或者泥彩的头盔,为什么还会有白色的头盔? 这些戴白色头盔的是什么人呢?为什么就连老兵们都有所忌惮?其实这些头戴白色头盔的兵种是纠茶兵,纠茶兵一般不配戴枪写,但都会随身戴着笔和笔记本,多出现在军营和交通要塞中。 从他们的名字里就能看出来他们的负责都查检查工作的,这些工作包括很多,熟军人的折装仪表,行为规范,又无不良事好,又无违章行为等,不管这些纠茶兵的职位如何,就是对士兵们起来检查作用的。 哪怕你是十年的老兵,只要有一点不合规矩的地方,他们就有权进行批评,严重时更可以申请其余处分。 难怪不管是老兵还是新兵,看见了纠茶兵心里,多少还是有点荒荡,不过职员也是人,也有犯错误和失职的情况发生,正是有纠茶兵的存在,才可以更好地督促士兵们的严刑举止。 请为规范,更好地实现身为人人的价值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